第126章 一剑生佛 剑气如山如渊 剑气如江如河 剑气如鱼如龙 少年方圆两里之内 剑气此起彼伏 不论徐龙象如何蛮横冲撞 都难以靠近黄青 和那柄出窍一半的定风波 反而时不时被磅礴剑气冲击的 踉强而退 不等身形战定 又被连绵不绝的后招轰得风雨飘摇 一方困兽犹斗 一方窥然不动 盘上棋子 如何能与局外棋手较劲 孰优孰劣 看似再明显不过 更可怕的地方在于 黄青的这一手新剑 非但没有一股作气再摔 招式反而越来越运转如意 剑道意境更是渐入佳境 徐龙象越是凭着 生而金刚的雄魂体魄 越是凶悍挣扎 黄青剑招的意气 就越是缜密无缝 似乎 这名励志 要为北莽剑道正名的剑气 竟在拿徐龙象做魔剑时 魔石欲是坚不可摧 凉凉底力之下 剑风欲是丰锐无比 眼界在粗浅狭窄的门外汉 也清楚等到那半剑全部出窍 其微势必将是任你达到 今生不坏的人间菩萨境界 也要一剑摧破 棋盘中的少年 被一道粗乳手臂的剑气 撞在尖头 整个人的瘦弱身躯 在空中翻滚出几个大圆 双脚落地后 仍然一路滑出去七八尺 在沙地上割出两条痕迹 只是黄沙尘土为剑气所压制 才扶起寸鱼 便被重新镇压下 剑威之助 徐龙象哪怕纹丝不动 不牵动黄青的剑气展开反扑 但只要身在棋盘之上 便无时不刻都在抗衡 那股囊括三里地狱的剑意 但即便如此 徐龙象不知疲倦地 一次次奔跑冲撞 都不曾流露出半点疲态 世人所谓的力大无穷 用在少年身上 真是欲贴至极 徐龙象抬起头 望向远处的青山剑客 眼眸绽放出淡金色的玄妙荧光 再度前冲 但这一次 不是在直线上奔跑 少年的身形在沙地上 依次留下一长串定格的残影 依稀可见他的奔跑路径 短距离内杂乱无章 若是拉伸开来看待 便是一个半月弧形 那些残影无一例外 都在剑气碾压下 被摧毁消散 当最后一个距离黄青 只有十丈的残影消失之际 磁牌鸣剑气 近得剑客抬起手臂 双指并拢 做碾子落盘状 期间略做停顿了三次 三首后 两人之间意气大为掌势 而且锋芒必现 黄青布下的棋局 瞬间尤为后视壮大 就像在棋盘上 增添了三粒大小 可算违反规矩的硕大棋子 徐龙象三次冲撞 一次比一次都声响巨大 最后一次撞开剑气 原先一直视如破竹的身形 破天荒 出现一丝凝滞 黄青微微一笑 转动手腕 便压为挂 一道剑气破土而出 倾斜直上 撞在一处空中 如同守株带兔 将瞬间闪现的徐龙象 一击撞飞 大象 有云 帝是坤后载万物 那么 黄青这一剑 便是取材于地 遗弃地中求 被撞入空中的徐龙象 来不及做出应对 就被接下来 一道道从地中拔出的剑气 砸在身上 剑气灵力如地龙黄骄 哪怕徐龙象被撞回地面 也没有停歇 少年双手插入地面 双脚抵住沙地 试图借此缩小后退距离 但是剑气憧憬浩大 少年身上不断炸开 团团黄雾 当一缕剑气撞在左侧肩头 徐龙象显而易见地 肩头往下一坠 胸口差点就要贴紧地面 等他左手一拍 肩膀往上一抬 堪堪挡下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无数地中生长国有黄沙的剑气 又落下 一寸一寸身躯不断下沉的少年 双手五指成钩 死死撑在地面上 大楚王朝曾有霸王可扛顶 就算你徐龙象屡立通神 可扛得住天地之众吗 黄青还真想见识见识 既然借助徐龙象 魔力这一新剑的初衷 已经运未尽了 于是黄青就想着 拿天赋异禀的少年 去掂量掂量白衣僧人的精良 以便将来一战做好铺垫 念起异动则气声 方寸眼天地 这就是不甘屈居人下的黄青 另辟蹊径的独道剑道 不同于自负世间 是一剑式的李纯刚 也不同于剑术极楚 即是道的邓太厄 并风波才见出一半 便有这等气魄 黄青极有可能 已经摸到陆地见仙的门槛 龙虎山齐玄珍 曾有一句戏言流传于是 纸玄不过弯腰奴 天象只是低头起 陆地神仙才算盘腿坐 说的就是对天人而言 悟得纸玄亦不过是个 哈腰奴仆 极身天象境界 仍不过是侥幸祈求 得手一点天机 只有成为陆地神仙 才算是不低头不弯腰 但也仅是盘腿坐于天地间 比起天道 还是要矮了几分 相传曾有一位不知名的得道高人 前往斩摩台 问道于齐玄珍 一笔之矛公笔之盾 询问齐玄珍 自身又如何自处 据说齐大真人 只是笑着回答了一句 且容盘息而坐的平道 深意深角 不愧是旅足转世 曾过天门而不入 而齐玄珍同时也说过一句 云遮物绕的古怪称语 陆地神仙有生死之别 但无高下之分 不管黄青 不管到时候是战是左 只要一旦成就天地之力 为我所用的见先进解 加上他不在三教之内 那就有了被称为无敌的资格 黄青睁眼望向那个差不多 等于趴在地上的少年 眼神有些怜悯 既有惋惜少年的天赋 也有几分晦涩的自嘲 太平令曾炎毒蛇出没之地 必有草药 这便是世间万物 物相克的天理 天网恢恢 越是李渔化龙 越是南逃一劫 百年前刘松涛无敌于世 为无名无信的游方道人封山 想开天门便开天门 一样为王先知克制 最终王先知又死在徐凤年手上 那么 当自己以三教之外的武夫身份 迈入陆地神仙门槛 谁会是那个命中注定的宿敌 黄青脸了脸心神 收回思绪 前方徐龙象 已经被无数道剑气 轰入大坑内 他的视野中 以少年为原型的数百丈内 一条条黄色蛟龙剑气拔地而起 如朵朵花苞怒放 不见些不停顿地砸在少年后背上 让其无法有刹那喘息的机会 毕竟一身龙象之力不敌天地浩然气象 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黄青虽然有些遗憾 那少年终究还是没能让自己 倾力而出一剑 但能够在一局剑中 纯粹只靠肉身坚持这么久 实属不易 黄青也不希望以此虐杀徐龙象 倒不是怕日后 被那年轻北梁王记恨 而是黄青能有今天的剑道大宗师境界 自由与之相匹配的胸襟气度 黄青伸手按下那柄定风波 猛然推回剑翘 落子天元 同时 一道粗如风鸾山根的恐怖剑气 从天空坠落 剑气悉数炸入大地 正如鸣剑龟翘 剑气竟然浓郁到 像是水流的夸张地步 从那座大坑中 疯狂满意而出 在大坑外延树杖外迅猛流淌 尽透黄沙 黄青心中微微一叹 就要转身返回孤赛州 手中定风波轻轻颤抖 幅度越来越大 黄青皱了皱眉头 再次望向那座大坑 分明察觉不到一丝生机存在 但正因为如此 那种如野兽从喉咙挤出的节节笑声 才显得尤为可怕 一个衣衫褴褛的销兽身影 沿着坑坡渐渐走出 鱼履着腰 双手低垂 当他抬起头 黄青看到了一双金黄色的眼眸 那双眼眸中 不带半点感情色彩 不悲不喜 无忧无欢 眨眼之后 黄青就驾驭剑气 在自己身后 接连竖起六道蕴含青色流滑的高大墙壁 而退进人类气息的少年 则瞬间从黄青先前的背后出现 然后展开奔跑 一口气撞烂六堵墙壁 奔速不减反增 相距两丈时 少年高高跃起 朝黄青扑杀而去 黄青握剑之手往下一滑 握住定风波的剑翘尾端 抬壁后剑柄精准击中少年的喉咙 黄青沉声道 赤退 剑尾气声 气冲斗牛 一团璀璨剑芒 在少年胸前汹涌绽放 但是 让黄青感到讶异的是 那少年在撞击之后 脑袋往后一仰 然后以更快的速度往前一撞 直接撞碎了剑气不说 还差点让他脱手丢剑 黄青后撤几步 在此期间 五指短暂松开 再配件定风波剑柄 被撞回到手心处之际 重新握住 这才总算没有阴沟里翻船 否则堂堂剑气劲 就是被人用喉咙撞飞手中剑了 但是黄青的掌心 也渗出血丝 黄青手腕一抖 剑材出一寸 就被落地身体一拧后 旋转而至的少年 一手按住剑柄 一手轻轻推在胸口 不但定风波被推回剑翘 黄青也被风魔一般的少年 一手推出去十几丈 倒刘而飞的黄青双脚 在空中如蜻蜓点水踩了几下 踩出一长串似水面不闻的玄妙连衣 而那些逐渐扩大的连衣 在相互触碰下 便有剑气如帘 从水中摇曳而起 这二十余珠青帘 转瞬便有成人那么高 拦在少年追杀的路途上 金色眼眸死死盯住黄青的少年 在冲刺过程中 咧嘴笑却无声 双手随意撕碎那些爱事的 一颗颗青色莲花 黄青一脚前踏出半步 斜背镜束被黄沙掩盖 一脚在地面上滑虎后一半步 身后黄沙为这半步契机牵引 竟是顺势扯出了一条 长达十余丈的胡跃状沙娇 黄青这一世不是剑出翘 而是翘离剑 刺向那少年心口 从古至今 剑制一向是越来越短 秦剑之长足有22寸有余 大奉长剑不过19寸6分 之后春秋九国抛开私人剑炉不严 朝廷驻剑各有长短 但都不超出奉剑剑制 但是位居天下名剑前列的定风波 作为一柄铸造时间不过20年的兴气 却直追大秦古剑 长达21寸3分 以求长剑致远的深意 未尝不是当年赠剑之人 对黄青在剑道上的期许 黄青出翘而非出剑后 默念道 十六关 剑翘离剑尖十六寸 每出一寸便有一关 一关一向 空中十六寸距离 浮现出十六种妙不可言的一向 先是出现一尊身形虚无缥缈的青山小人 坐于黄青手中剑尖之上 正坐面膝 有大日升腾 壮如玄谷 寂见红日 开幕闭幕 日关之后 继而再起水关 有兵如琉璃 一一生辉 接下来有金刚七宝金状 灿烂生辉 不断有宝树保持宝莲升起 有无量诸天作祭乐 天女散花 黄青这一大半剑 一剑升佛 徐龙象心口被这一剑 或者说剑翘击中 身躯保持前冲姿势 但竟是就那么突兀悬停住 黄青缓缓前行 推剑入鞘 每回鞘一寸便有一箱消散 而少年则随之后退一步 黄青看着十六不爱的那个少年 轻声感慨道 直到鬼神能护物 不知龙象自成灰 第127章 数百非剑解子气 刘州青苍城以北 北莽前锋以治古董滩 此地本是大奉王朝兵马最盛时 打造的一系列塞外关爱之一 储备军需粮末 用以出关用兵威压戎敌 只是此时早已成为 紧攻击吕文人做事吊鼓的废墟遗址 那些早年用流沙 散石和红柳条芦苇铸著成的 低矮城墙轮廓 上一席可见 城墙两侧更高一些的沟口风碎 早已为年复一年的风沙薛平 来往于北梁和西域的商人 倒是还能偶尔在此 捡到些断箭头 残刀铜钱之类的古物 因此才有了古董滩的说法 大将军柳归的率仗 便驻扎在古董滩 一处小湖泊的北岸 率仗周围 除了诸多身手不俗的 军中高手护卫 还隐藏有十余位 成名已久的北莽 江湖人士 其实不光是边帅柳归有此殊荣 任意一位边关大将身边 都会存在这么一小撮草莽豪杰 以防不测 大战在即 若是被北梁武道宗师 来一个万军从中取大将首级 让隔岸观火的黎阳朝廷取笑不说 更有损北莽军心 不过柳归显然在那些南朝权势将领中 又是极为特殊的一个 否则也不会被北莽女帝誉为半个徐霄 因此 率仗除了大量针对刺杀的轻卫护从 还有更为隐蔽的一波隐士 人人气态出城 身居简出 这些面容枯搞的古怪人物 便是旺棋士 多是春秋移民出身 在北莽境内 始终比毫阀迪迈 还要高人一等 天皇贵州的宝平州前任持杰令 便因误杀了两位旺棋士 获罪流喜至千里外的极寒之地 大将军柳归率领大军到达古董滩后 柳归本人没什么异样 该吃吃该睡睡 各条军令有条不稳传出率仗 甚至还会亲自骑马 去往前线查看形势 这让那些旺棋士和高手 互从一个个紧张万分 生怕那个在他们看来 年轻自然十分气盛的北梁王 柳归是陛下心目中 南征中原的最佳主帅人选之一 位置甚至远在同为大将军的杨元赞 和几大南朝持杰令之前 柳归今日此时 就独自蹲在湖泊边上 有关龙象铁骑的异动 早已传之率仗 几名心腹将校都建言趁此机会 一举挥师南下 踏平那座兵力不足的清仓城 柳归没有答应 想到那些年轻人 当时眼中闪烁着那种 自己最熟悉不过的嗜血光彩 柳归忍不住笑了笑 年轻好啊 连生死都不当成什么大事 倒是他这种大可以躺在军宫堡上 享福的老家伙 越来越惜命了 不过尚未如何耻目的 柳归惜命归惜命 还不至于怕输怕死 只是一个刘舟 还不放在他眼里 更别提一个无关大局的 小小青苍城了 先前董胖子藏藏叶叶 在边境上做出一连串 连自己人都要蒙蔽的花哨动作 如今总算是显露出些獠牙了 哪怕他等于被划播到刘舟 注定只能干些锦上添花的勾当 柳归也不怎么恼火 毕竟柳归眼睛从一开始 就看中了比平级北梁 更诱人的一大块肥肉 中原 柳归喃喃自语道 年少时读贤书读道一句 叫富贵不还乡如一锦夜行 如今年纪越大 感触越深啊 柳归突然想到一事 自嘲一笑 那个当年陛下金口 一开半个徐霄的说法 还真是让人利弊参半 好处自然是让自己 在南朝军中鸣声雀起 至于坏处 现在开始显现了 听说那三万龙象骑军 根本不需要主帅发话 就个个都自发渴望 砍下自己的脑袋当尿壶 柳归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脖子 老朋友前几天还寄来一封信 信上调侃他 杨元赞远远不如柳大将军的脑袋金贵 柳归听到身后 传来一阵急促呼喊声 战旗转身望去 三人小跑而来 有黑胡兰子新任统领灵符 还有来自齐剑乐府的一名高手 更有那麾下旺气式的头目 最后者神情慌张 快步走进了后 小声说道 大将军 我们望见有一气东来 目标正是率账 若是没有太大意外 应该是北梁王本人亲至 最迟三柱香 柳归愣了一下 他可是无比清楚 董卓马上就要优良两周以北地带 展开大动作了 肖问道 那北梁王疯了 林福无奈道 我的大将军 这都啥时候了 还管他徐凤年 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咱们赶紧布置防线吧 这种顶尖五道大宗室的单旗破阵 如果真要铁了心 对大将军你出手 真的不容小觑 柳归神情不变 但到底没有巨傲自负到谭笑风生 等着那天下第一人杀到跟前 淡然道 林福传令下去 中军转东 再让忽颜克卿和耶律宗堂 各领五百清军快马清旗 列阵于左右两翼 以再领一百八十黑胡篮子 剑机行事 至于那只王庭四军 让他们自行布置便是 对付江湖高手 他们更有经验 林福小声问道 不需要把两百重旗 放在战阵最前方 柳归瞪眼道 且不说两百重旗 能否稍稍挡下那北梁王的脚步 就算能挡住 事后还能剩下几起 你不心疼 我还心疼 林福黑黑一笑 再不敢自作主张 赶紧转身跑开去 调兵遣将 柳归跟那白衣练气势 和齐剑乐斧的高手并肩而行 练气势似乎被大将军的 林危不乱所感染 不负先前的惶恐不安 轻声说道 大将军请放心 陛下先前赐下那训练有素的六百人 若是用以陷阵杀敌意义不大 可要说专门针对这种 单枪匹马的武夫 堪称有地放食 虽说那北梁王确实武力惊人 但相信还不至于强大道 柳归笑着接过话头 杀人如 探囊取物是吧 练气是神情有些尴尬 柳归平静道 我虽不了解那徐凤年的身前 但我觉得他 如果真想玉石俱焚 杀我柳归并不难 难指南在他如何全身而退罢了 之所以说他疯了 不是说他徐凤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而是觉得 他用北梁王的命 换我柳归的命 怎么算都划不来 柳归笑道 我很放心 你们也更应该放心才对 咱们太平令算无一策 暗中未必没有留后手 那名来自齐剑乐府的剑客 会心而笑 大概移住半乡后 柳归大军阵前 出现了一支 让人大开眼界的军武 人数不过六百 但每一名在北莽军中 称之为财官的假释 都异常魁梧见朔 人人虎背雄腰 长臂如园 北梁多禁弩 北莽多强弓 这是世人皆知的事实 但是这一刻 柳归大军的阵前 却摆出了轻一色的弩阵 更让人望而生畏汉毛道术的是 这战阵中没有一张轻弩 甚至连妖影弩都只占少数 更多是那种足可用为工程守成的 大床弩和穿云弩车 那一架穿云弩车 便需要十二名财官控制 储藏弩箭武时 每只弩箭的箭长 就长达三尺 与刀剑无异 且箭间脆有绿营营的剧毒 北莽慕容女帝 当初招来江湖势力 那可不是光动嘴皮子就能扮成的 正是此物立下奇功 将一座座不服管束的宗门帮派 铁血狠辣地碾压过去 两百步内 当一根弩箭机事出 号称等同于二品宗师的权力一击 如果这个说法 还不足以形容大床弩 和穿云弩车的可怕 那么 还有一个更耸人听闻的说法 百步之内 一只弩箭及飞箭 这些弩 根本就以舍弃原有用途的代价 重金打造和养护 换来一句女帝陛下的那句名言 江湖人不肯乖乖在江湖里蹦的 那朕就把你们串成做堂壶好了 在沙场上 若真是被形成规模的 此弩王死里针对 全然不惜误伤己方士族 一个陷阵汉勇的万人敌 如何能身经百战 如何能偿命 柳归在大军后侧中中护卫中 没有故意穿上金光闪闪的甲皱 也没有竖起惹眼的旗帜 望向正前方 眯着眼睛不说话 这位大将军身边 一名嫡系将领 忧心匆匆说道 决定胜负 其实也就在两百步到五十步之间的 那三波弩箭 如果连最后实力 如同仙人飞剑的弩箭 也无法建功 被那人闯入大军 大弩在调转方向 多半来不及了 柳归指了指前方 那在炼气势受益下 不断微微改变阵型的弩阵 摇头笑道 那你也太小看这些炼气势 和财官聚弩了 仔细看一看弩阵的宽度厚度 就能知道 弩箭的攻击方向 并非横向一线或者极线 而是决心 要在纵向上 射出一整张巨大的扇面剑语 即便那人不会一根筋的直线破阵 这些大弩 也可以在炼气势的指挥下 临阵应对 弩箭本身威势确实很可怕 但更可怕的 还是这些一开始 就有备而来的炼气势和财官 那将校感慨道 也难怪咱们北莽的江湖拍马 也不及黎阳那边有生气了 柳归冷笑道 江湖要那么多生气做什么 一群只知以武犯境的莽夫 眼中少有家国大义 我敢断言 将来我朝铁蹄踏入中原腹地 多的是黎阳江湖高手 帮着我们杀人 说不定杀起人来 比我们北莽大军还要尽心尽力 柳归突然不说话 老人视野 所及的最遥远处 出现了一点刺眼的紫色 身侧将领导抽一口冷气 颤声道 还真来了 柳归下意识 就要台币发号施令 放下手臂后 一时间神情复杂 自言自语道 不愧是徐霄的种啊 紫气东来 全然不停 弩阵中传出喷一声巨响 弩剑传射 破空而去 几乎是同时 第二波急促剑雨 就洒向高空 直刺那道紫气 刹那之间 以弩阵所在地为支点 扇面大张 射出了数百根 如同形成一根根扇鼓的弩剑 其中半数 都无异于仙人一剑 可是眨眼过后 紫气掠空 没有任何停顿 就那么划破长空 继续往西 一闪而逝 竟然就这么 在柳归大军头顶消失了 被朝大军的柳归 不知何时挪动了一小步 脸色阴沉 伸手随意拨开 护在身前的 那具剑壳尸体 望向西方 一根弩剑穿透尸体胸口 定入柳归脚边的地面后 连剑尾都看不见 不理睬身边四周 那些厚之厚 绝情况下 更显惊慌失措的护驾喊声 无动于衷的柳归皮笑 若不笑道 好一个来而不往非离也 第128章 大仗之前有大仗 动用弩阵 不但没能截下 那抹东买子气 反而使得那齐剑岳府 见到宗师 为了保护大将军柳归 被一只弩剑 悍然定杀 武力超群的江湖人士 一旦踏入战场 虽说荣华富贵到手得很快 但未必能紧紧握住 那份无根扶平的军中地位 说不定还没武热 什么时候就暴毙了 一名貌不惊人的披甲财官 速度赶到柳归身侧 满脸歉意 抱拳苦笑道 属下无能 让大将军受惊了 北莽军中 有一条雷打不动的铁律 主帅战死 麾下万夫长和千夫长 一概赐死 除了柳归本人看不出一样 恐怕所有人都捏了一把冷汗 柳归摆摆手 一笑置之 这名隐藏在弩阵中的中年假释 可不简单 是道德宗麒麟真人最小的师弟 身负纸玄境界 弩阵正是由此人全权调赌 这也在情理之中 毕竟器物是死的 哪怕弩剑有飞剑之力 若是连敌方高手的契机都抓不住 就算有一千一万根弩剑也白大 炼气时的忘奇天赋 比起时打时的纸玄境宗师 终归存在一定滞后性 事实上在剑语中 便以这名道德宗真人的最后一剑 最具威胁 但那北梁王也因此而恼羞成怒 心生杀鸡 不但用手接住了那只百步弩剑 还朝大军阵型中的柳归丢制出一剑 结果齐奸乐府的高手成了替罪羊 柳归有些费解 这北梁王此行不为杀人立威 到底图什么 在这个梁莽大战在即的结果眼上 孤身跑去柳州以西的荒芜地带做什么 那里照理说 倒是会有一只枪旗搅局 可枪旗虽说刀锐马快 但才万余人而已 注定影响不了大局 就在柳归满腹狐疑的时候 一名年迈的旺骑士 几开轻骑护卫的包围圈 快步走到柳归身边低声说道 骑禀大将军 西方又有顶尖高手突兀出现 气势不若北梁王 两者很快就要对撞在一起 看情形是要阻截北梁王的西行 枪旗突入 龙向骑军的无理奋兵 柳归突然哈哈笑道 有意思 本将这大鱼耳兜 柳归瞬间收敛笑意 喊来黑胡篮子的头领灵符 陈声下令 炼气势分作三波 第一波带领母阵向西推进 其余两波为两翼的呼颜克卿 和耶律宗堂的各五百青旗领悟 至于你灵符 带上全部黑胡篮子 我再给你两百重旗和一万青旗 不用理会那北梁王的动向 使管寻找那些脱离大部的龙向军 不惜代价于之决战 灵符惊喜之后 小心翼翼问道 大将军 要是青苍城守军和龙向军副将李莫帆 选择此时出城 大举进攻古董滩 柳归冷哼一声 反问道 就算他们有这份胆识 可他们有这个胃口吗 灵符缩了缩脖子 再不敢废话半句 战场上危机四伏 危险常在 可机遇则稍纵即逝 是无功无过的庸人 还是力挽狂澜的沙场名将 往往就取决于主帅的一念之间 柳归看到那位年纪不大 但辈分极高的道德宗贞人 似有犹豫 大概是生怕中了调虎离山计 一旦自己 被北梁死士刺杀于刘州 会被陛下迁怒到德宗 老人轻声笑道 真人不用待在我这个老家伙身边 浪费光阴 打不着秋风的 若是此次能够击溃那只龙象军 我一定亲自为真人向陛下请功 当下庄术与财官头目一般无二的道人 虽说贵为国师原青山的小师弟 可在柳归跟前 还是十分恭敬 文言后 对这名大将军的好感 又增加几分 北蒙权贵五人 大多目中无人 道人在心中决定 不论刘州战士成败 返回宗门后 都要劝说几位师兄 在柳归身上压重主 而不是在柔然铁骑 共主红近年那边 孤注一掷 北蒙灭佛的手段 比黎阳还要很辣惨烈 道门势力愈发如日中天 尤其是道德宗 在师兄化红飞升之后 地位趁势水涨船高 不降反升 相信 若是能够跟柳归在发迹 之前结下香火情 以后北蒙一统天下 务必会整合中原道教 当下还勉强算是 道教祖庭的龙虎山 更没办法跟进水楼台的 道德宗征那执扭而折 柳归站在原地 看着远处逐渐飞扬的尘土 突然哑然失笑 总不至于咱们这仗还没开打 北梁就完蛋了吧 原来是大仗之前有大仗啊 太平令 好算计 东来子气西去 一尊气势雄壮 如天庭神人的黄金铜人 大步前行 脚下溅起的尘土 比起一只千人骑军的吉池 还要巨大 子气似乎不愿与此人过多纠缠 哪怕掠过弩阵 与柳归大军 也没有任何路线更换的子气 方向稍作偏移 但浑身金黄的巨人随之横移一步 踩踏出一个大坑 继续拦住去路 子气仍是不愿与之对撞 速度不减 可前进路径再次飞快侧移几分 正是齐剑岳府 同仁师祖的大宗师 则得势不饶人 再度选择与子气针尖对脉盲 大路朝天 同仁师祖偏偏不愿与子气各走一遍 事不过三 转眼过后 不再刻意隐忍的子气 与同仁师祖已是近在咫尺 这是同仁师祖 第一次近距离看到 这位名声震天的年轻人 浑身流淌紫禁气 眉心那眉 早映如倒树第三眼 那双兵冷眼眸 与宗门内 自幼天生有眼无珠的晚辈红敬炎 倒是有几分神似 这便是北梁王徐凤年吗 同仁师祖张口欲言却无声 但同时腹部鼓掌 如大钟撞击轰鸣声 一只手掌平推而出 看似轻描淡写 但是可断江开山 徐凤年骤然加速 擦肩而过 身后黄沙大帝 他献出一只长达十丈的五指掌印 同仁师祖身形倒退 如平地滚雷 速度竟是相较徐凤年 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人前掠 一人倒掠 继续并肩 同仁师祖伸出一手 试图勾住徐凤年的脖子 徐凤年抬起手肘挡去 这位黄金巨人勾手 两人一处集散 拉开一丈间距 依旧保持原有的前进态势 同仁师祖左脚脚间落地生根 右脚一旋 身形率先停下 在他这转身的刹那功夫 徐凤年的背影 已经远在半里路之外 体型魁梧如也史传说中 昆仑仙人的北蒙武道宗师 停下后 深吸一口气 大口一开 惊吞天地元气 以雄壮身躯为原星 散出一圈圈肉眼不可见的 气机连衣 地面矩阵且军裂 被撕裂出一张 仿佛珠网的图案 黄金巨人一跃而起 急速拉近两人的距离 在空中手臂高高抬起 朝徐凤年的后脑 重重轰下 但是徐凤年骤然一顿 同仁师祖一拳砸在距离地面 六尺高度的半空 在徐凤年前方 保持狮子薄兔的身姿 徐凤年脚尖一点 斜向上掠起 在同仁师祖肩头轻轻一点 介事试图继续前冲 直起腰杆的同仁师祖大喝道 好大胆 一掌凌空拍下 天空中 漠然出现一个风卷云涌的漩涡 与此同时 同仁师祖另外一手托起 陆地冲起一道龙卷 上取向于天 下取法于地 两两相撞 夹击天地之间的徐凤年 徐凤年身形轻盈一旋 堪堪躲过这一场 惊天地气鬼神的撞击 但他的前进 终于还是被同仁师祖所组织 后者前踏一步 使出缩小天地成方寸间的神通 伸手扯住半空中徐凤年的脚腕 在空中扯出一个半圆 狠狠砸出去 徐凤年左手五指张开 轻轻一扶 硬生生杀住身形 这是他第一次站定 直面前方那位在旗舰岳府 一直被洪敬年压住风头 而鸣声不显的同仁师祖 同仁师祖冷笑道 想走 徐凤年面无表情 没有答话 视线直接越过金黄巨人 看向更西面的地方 同仁师祖撇了眼年 清北凉王的腰间佩刀 平淡道 不出刀 很难 这并非同仁师祖口出狂言 别人不清楚此人的通天本事 徐凤年倒是知道些 听朝阁藏有一份绝密档案 其中便有很早接触到的 烂陀山那位六珠菩萨 但同仁师祖的潜藏实力 显然不是那女尊菩萨可以媲美的 档案上别的不说 仅是两个措辞 就足以让人心生忌惮 折仙 天王法身 徐凤年确实没有把握 撇下此人继续前行 可这不意味着 徐凤年若是放开手脚大战一场 就没机会宰掉他 徐凤年深呼吸一口 左手拇指轻轻按住刀柄 沉声道 如你所愿 第129章 一万把梁刀 下雪了 真的下雪了 以江南寒族书生 跻身北梁顶层官场的陈熙亮 和刘州刺史阳光斗并肩立于城头 一起望向阴雪泛白的天空 相较中原腹地那些高大雄伟的城墙 青苍城的低矮外墙 显得如此滑稽可笑 而这座孤城 却又恰恰位于西北边塞 就如先若女子 被推到洪水泛滥的江畔 随时都会被一个浪头打死 陈熙亮伸手去接那些 暂时还稀疏单薄的雪花 你难道 太安城那边 雪中退潮者 诸子进攻喉 阳光斗点头笑道 是啊 咱们这儿可不太一样 大雪满弓刀 假中刀更沉 不过这边的莽夫 可说不出什么珠子弓猴 顶多嚷几句 井口有个黑窟窿的打油诗 陈熙亮有些笑意 问道 我曾经在江南道 听说这个典故 好像跟大将军有关 阳光抖错了搓手 王爷还是小世子殿下那会儿 大将军带着一家人 在听潮湖赏雪 结果 给世子殿下硬逼着写诗 情急之下 大将军哪里做得出诗来 抓耳挠塞了半天 还真给大将军 憋出了那么一手 如果没记错的话 整首诗是雪花大如泉 井口黑窟窿 黄狗换白衣 白狗 陈熙亮笑问道 接下去呢 阳光抖无奈道 大将军明摆着 是接不下去了吗 当时就给咱们世子殿下 追着撵着打了半天 不过这幅荒唐场景 以往在青凉山经常有 王府上上下下 早就见怪不怪了 阳光抖说到这里 有些伤感 嗓音沙哑轻声道 那时候的大将军 腿脚还是很利索的 逃命起来挺剑步如飞 陈熙亮呼出一口雾气 笑道 黎阳所有世子殿下里头 就咱们北梁 胆敢如此大逆不道了吧 阳光抖笑道 可不是 李莫帆匆忙走上城头 他身为龙象军副将 果真如传言那般桀骜难逊 入驻刘州后 就没踏入过刺史府邸半部 但今天竟然主动面见刺史大人 让那些城头守军 都大吃一惊 前段时间 龙象军违反都护府军令 擅自奋兵出击 刘州军政双方 已经有剑拔弩张的不好迹象 阳光抖转头看了眼李莫帆 笑道 呦 稀刻稀刻 李副将也有登高赏雪的雅致 李莫帆皱了皱眉头 没有计较刺史大人的冷嘲热讽 沉声道 最先出现的紫气异象和弩剑破空 本将不知底细 不去说他 但方才前线有弩手来报 古董贪柳归大营 有三支骑军紧急出动 皆是赶赴灵妖城方向 其中 忽颜克 清耶律宗堂两员大将 各领五百清骑 柳归心腹部下灵符 更是手握柳家军 一万主力骑兵 甚至连仅有的两百众骑兵 也隐藏其中 随时刻以人马披甲冲锋作战 阳光抖神情凝重 问道 奔着你们龙象军主帅而去 李莫帆恩了一声 狠狠揉了揉下巴 眼神阴森 看来那只穿插到 青苍灵妖之间的枪旗是诱饵 阳光抖一听到这件事 就火冒三丈 忍不住就要说几句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的愤懑言语 品质不高 暂时作为刺史幕僚的陈希亮 拉住阳光抖的袖子 走上前一步 平静开口问道 李将军 假设小王爷的龙象军 已经对上那万鱼枪旗 如果枪旗避其锋芒 有意诱敌深入 龙象旗军能否在追击战中取得成果 李莫帆冷笑道 只要被咱们龙象军带住了 除非是枪旗一看到 就选择掉头跑路 否则不需要一个时辰 肯定全军覆没 李莫帆伸手按住墙头 现在怕就怕最擅长绕圈子的枪旗 一味必战 让他们熬到跟陵符大军会合 李莫帆转头看着阳光抖 这位名义上刘州最大的官员 本将入城 不是请站来的 只是来打声招呼 本将会奋出一万龙象军跟上陵符 若是柳归留在古董滩的大军 趁机向南推移 我亲自率领 仅剩一万龙象骑军抗敌 青苍城丢不了 阳光抖终于忍不住怒道 大战一触即发 兵力劣势的前提下 还敢奋兵 不断奋兵 李莫帆 亏你 还是被大将军生前颇为器重的将领 我阳光抖一个没读过几部兵书的门外汉 都知晓此事是兵家大戒 刘州之众 既在于 我方以死守青苍城来牵制柳归大军 更在于三万龙象骑军 保持隐而不发的姿态 以便对整个北莽南朝形成威慑力 两者缺一不可 少了任何一点 这两莽第一场大战就已经输了 任你龙象骑军以一划二 任你李莫帆战功累累 北梁王也要砍掉你的脑袋 你李莫帆死不足惜 李莫帆神情冷漠 声音说道 杨刺史 本将说过青苍城丢不掉 退一万步说 本将那一万龙象骑军全打没了 只要让主帅和王林宝 顺利返回青苍城附近 柳归一样 要乖乖当缩头乌龟 现在最重要的是 确保咱们龙象军主帅 在林瑶以东那边的战场上 不会出现丁点的意外 杨光斗踏出一步 兴礼的 北梁王允诺我杨光斗 在刘州可便宜行事 你真以为本官不敢先斩后奏 李莫帆满脸不加掩饰的鄙夷 轻轻歪过脑袋 指了指自己的脖子 你倒是来试试看 杨老 凭你那点本事 砍得掉老子的脑袋 陈希亮没有当拉架 当那河侍楼 只是遥望向古董滩那边 缓缓说道 刺史大人和李将军都没有错 只是是有缓急轻重 当下我们不妨 做最坏的打算 枪齐的出现一开始 就是北莽设置的陷阱 现在 既然咱们龙象军已经咬勾了 并且设想 北莽要吃掉的 不是几千龙象军 而是一个更重要的目标 主帅徐龙象 那么 我觉得北莽南朝 肯定会启动与之相对的阴险后手 说不定就是一小撮 北莽最拔尖的五道高手 起码面对小王爷都可以战 若被北莽得逞 这个损失 是我们脚下青苍城 是整个刘州 甚至是整个北梁 都无法承受的结果 陈希亮继续说道 既然如此 我觉得 调动一万龙象军去侧应 不是多了 而是还不够 还要加上所有可用的游弩手 以及城中的白马一丛 甚至如果可以 青苍城中潜伏的死士碟子 都该紧急出城 李莽藩点点头 阳光斗也是凛然不语 陈希亮转过头 望向李莽藩 李将军 我不要你立什么军令状 也不想听什么 吃了败仗提头来见的豪言壮语 我现在只想问你一句话 你手上只有一万龙象齐军 一旦柳归大军毅然难破 你能保证青苍城 坚持到两万龙象军返回 李莽藩眼神异常坚毅 沉声道 可以 李莽藩笑了 伸手重重一拍腰间北梁战刀 另外一手指向城外 陈希亮 你信不过我李莽藩没关系 但请相信我的这柄梁刀 一把不够的话 城外 还有一万把 陈希亮点了点头 李莽藩转身大步离去 陈希亮突然朝着这员 北梁边军猛将的背影说道 李将军 龙象军将士是北梁人 刘州百姓也是 以前从不这么觉得 但是老子从现在开始 记下了 说完这句话 背对两位文官老爷的那位武将 猛然抬起手 伸出大拇指 第130章 龙抬头 开天眼 黄青大半剑 十六观生佛 定风波全部归翘 黄青反手握剑 被剑翘尾端击中胸口的少年 出现一个鲜血淋漓的窟窿 虽微露出白骨 但早已被透体 剑气伤及心肺 饶食气机绵长如江河的黄青 在使出这一招后 也需要以数次吐纳来 安抚体内疯狂续乱的气机 武道招式 皆是讲求翘学动开的仪器呵成 追求意气所指一往无前的境界 但黄青这十六观则极其诡异 仪器生成后 却硬生生在十六大窍学处关起大门 让那一股气机洪流 接连十六次撞击大堤 借此成就生事 十六观 一观一顿 契合佛经上所在的一步一连 虽然一件功成 不过黄青心底 还是有些美中不足的遗憾 据传北梁王不遗余力 帮徐龙象这个弟弟 重现了一具福江红甲 黄青更希望与自己对敌的少年 穿上那具号称固若城池的甲咒 冷不丁 以心如止水 著称于北莽的黄青 很不合时宜地笑了 因为眼前一幕 让他背绝荒诞 那少年低头看了眼胸口 然后抬起头盯住黄青 张了张嘴 只见一股青色流滑萦绕齿间 那是黄青先前重于少年心肺剑的脖杂剑气 少年非但没有就此顺势吐出减轻伤势 反而验回剑气 没吃饱 还有吗 黄青握紧手中明剑 微笑道 别的没有 剑气有的事 眼眸泛着金色的徐龙象 转头回望一眼 不知是看青仓 还是那凉舟 少年回头后扭了扭脖子 全身上下所有关节 发出一连串黄豆炸裂的刺耳声响 举起双拳 然后一脚轰然踏下 暗中极具叙事的黄青迷起眼 只见一条条凝聚如虹的契机 不断从少年身上涌出 碎裂 破散 在剑道上登高望远 可谓只差邓太阿一步的黄青 都感到匪夷所思 自行散妾 少年原本已经在 只学门槛徘徊的不俗境界 一路坠回金刚境 龙虎山老天师赵熙团 曾经传授这个徒弟 大梦春秋 这在天师府不是什么秘密 那些羽衣卿 像世家的皇子贵人 都误以为 那是老家伙昏了头去虎作昌 是在帮助徐人徒的小儿子 在武道修行上更进一步 事实上 赵熙团出于私心 为爱徒徐龙象卓想不假 但大梦春秋的真正意义 恐怕天下人打破脑袋 都猜想不到 不是增益徐龙象的实力 而是盗门的镇压艳胜之法 世间匹夫怀必死 但那不过是死于人度 赵熙团若是不用心良苦 为徒弟造侠藏壁 那徐龙象可就是遭天度了 徐凤年为徐龙象锻造福甲 何尝不是如此 之前少年 在皇亲气势磅礴的一局剑中 看似是穷途末路的 困兽游斗 其实福甲裹身 和大梦春秋御御出的盗门契机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困兽 皇亲如临大敌 低头看了眼睛风波 终于可以递出完整一箭了 徐龙象同样低着头 憨傻笑着 哥 我要打架了 江南小雪一场 灰山日复一日的人头攒动 别说小雪 便是大雪纷飞 都无需薛园家族如何扫雪 道路上早 给人踩踏干净了 那些笔尖接踵的游客 都是奔着瞻仰大雪平雀跃楼去的 古牛匠肯定没资格走路 但远远看一眼 也就能诚信而来 诚信而归 回去后 都能跟乡里乡亲的江湖朋友 好生吹嘘一番了 随便看到个穿紫衣的女子 就敢吹牛皮说 自己见着那位女子武林盟主了 但现如今 哪位女侠行走江湖 在行囊里没有一套紫衣 否则出门 哪里有脸皮 自称仙子 前段时间 武林大会隆重召开 共襄盛世 众人时差火焰高 让徽山紫衣的声望 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尤其是连北梁厅朝阁 都千里迢迢送来 那么多箱子的武学秘籍 无疑是等于当今 天下第一人都承认了 轩缘轻松的盟主位置 谁还敢说三道四 何况那女子气概何其豪迈 大四赠送大雪平 就有秘籍 如分发几颗铜钱 许多老城持重的江湖民宿 那一张张老脸上 都笑开了花 徽山的热闹 衬托的龙虎山 欲发冷清 加上远方那座武当山的香火剑圣 以及姓吴的青城王 分去天师府 掌管北地道教事务的权利 龙虎山若不是还有一位白莲先生 勉强支撑着台面 这个冬天 真是怎一个冷自了得 天不寒 可心冷啊 好在这一切 对于龙虎山山脚小道观内 那个喜欢亲近的老道士来说 反而是一桩好事 姓赵的老道士 一直是个不可理喻的怪人 出身天师府嫡系 才华横溢 能与齐玄真论道 能与李纯刚比见 能与轩辕大盘比气力 天赋分明 比那位已经飞升的龙虎山长 叫赵熙义 还要高出一筹 但当时为了不当那 树荣无双的羽翼倾向 愣是逃下山去 隐姓埋名浪迹江湖了 这一走就是很多年 反山后 也不住在天师府 就在山脚破败道观 混吃等死 前几年 更是冒天下大不为 受了人徒的小儿子做徒弟 若非当时龙虎山道教祖庭的地位 仍然不可撼动 朝野上下的口水 都能淹死这脑子拎不清的老道人 赵熙团在总算 好不容易修缮过的 四冠内外逛当 去青龙溪边发了会呆 似乎记起什么 跑去弯腰记紧了 先那张竹筏的绳索 然后蹲着看溪水 很是萧索那 起身后抖了抖袍子 回到四冠 又去那小子 住的屋子床边坐了会儿 坐了半天 还是不知道该干什么 实在是无事可做 就又去那口井边坐着 曾经骗那徒弟 撅起屁股往井口里丢 自己也不舍得吃 算是都送给他 那个哥哥了 他这个当师父的 想偷几颗骗几颗尝 那都绝对不行了 赵熙团坐在井边 正正出神 老人当然不喜欢那个 差点马踏龙虎山的人徒 但这不耽误老道士打心眼 喜欢人徒的两个儿子 徒弟黄毛不去说 就跟他晚年得子差不多 不是儿子圣死儿子 对那个世子殿下 印象一直不坏 第一次去北梁王府 跟那只满身心眼的小狐狸斗法 很有意思 但那也是不讨厌 真正喜欢起来 还是后来年轻世子来龙虎山 面对自己 那郑重其事的意义 这个世道 门法伶俐 真的不缺世家千金子 而越是一帆风顺的天之骄子 越南之小句愧疚和感激 从不愿说对不起 和感谢这五个字 比起随手一致千金 前者艰辛了无数 山上天师父那些晚辈 不正是如此吗 依仗着父辈正来的高度 自幼活在山上 哪里知道 山下讨生活的不义 殊不知所有的高位 甚至包括那张龙椅 每一位开创家业的先祖 无一例外 都是泥腿子 老道士叹息一声 突然之间 老人眼皮子不停倾斗起来 心口更是剧烈一颤 老人脸色大变 迅速掐纸 脸色越来越苍白 猛然起身 又颓然作悔 自欺欺人的赵熙团 对着井口怒吼道 徐凤年 你要是这次护不住黄麻 平到这辈子还能活几天 就在你家门口骂街几天 老道士骂着骂着 莫名其妙笑了起来 笑声中 有些一生不曾登顶 有父祖辈期望的悲怆 更亦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 豁达洒脱 赵熙团缓缓站起身 走向自己的屋子 南朝西津内洞白 有一口有蛟龙折眠大纲的 隐蔽小楼 楼内那些见惯天底下 最奇异怪事的影视 净哗然 很快老妇人河北莽地狮 就被惊动 第一时间赶到小楼 老玉视线中 纲内象征北凉版图的方位 平整如镜的水面 如同被利器割裂出了一条 经久不散的水沟 老玉经过初期的震惊 然后嘴角泛起冷笑 一只沟 钓起两条鱼吗 老玉盯着水面 轻声问道 除了剑气 镜和同仁师祖 还能不能调携高手过去 武力稍续一筹的 也可以 太平令摇头惋惜道 不可能 距离最近的红静岩也来不及 至于实力差上一截的 就算去十几二十个也没用 何况南朝边境也抽调不出 大多都已经在南院大王身边了 老玉问道 会不会有偷鸡不成十八米的可能 太平令淡然道 同仁彻底拦住徐凤年 很难 但是拖延他的脚步 给皇亲赢得那 迫使徐龙象遭受天谴的时间 应该不难 南朝所有练气势 都已准备就绪 届时会添一把火 老玉点了点头 这就足矣 老玉猛然后退一步 但很快踏回那一步 钢中 有一雾破开水面 龙抬头 他死死盯住那条线 又见江南又见雪 一名老道人开始登山 走向天师府 老人从乡底找出 那太多太多年 不曾穿过的 一席皇子道袍 还梳理干净了头发胡须 惹来无数天师府晚辈 如同白日见鬼一般的眼神 老道人走向祖师堂 对墙上悬挂的 所有祖师爷画像 一幅一幅一幅败过去 走出祖师堂后 这位龙虎山朔果仅存的 西字辈老真人来到山顶 风雪中 老人盘腿而坐 轻声笑道 都说沙场有刀 不怕死于马背 江湖有酒 不怕死于鸣鼎 平道从来不敢杀人 连那酒也总喝不尽兴 一生从没有活得豪气 最后走这一遭 老道人仿佛在与天地言语 大声道 且尽兴 老人伸出手指 直刺双眼 然后这位皇子老真人 颤颤微微抬起那 鲜血淋漓的右手食指 在眉心划出一抹硬痕 如开天眼 老人双臂垂下 轻轻搁在膝盖上 各掐一掘 安详道 黄麻 为师本事就这么点 学不来开天门 连开天眼 也是这般勉强 若是仍然无法 为你挡下天节 莫怪师父啊 诗人献长生 道人修清静 老人在生前最后一刻 记起了前几年 山脚道观里 自己徒弟的打憨声 一点都不清静啊 可却是让老人最怀念 降服元年的冬末 天师府池中 那躲位于最高处的紫金帘 哭死 第121章 坐井观天 被誉为 黎阳东南小庙堂的春雪楼 建于狮子崖上 春雪楼所在的寿绿山庄 前身是大楚王朝的避暑圣地 被春秋战火殃及毁于一旦 经过广陵王赵义 二十余年 不遗余力的大肆扩建 收罗了无数名花 其实养在龟中 其中有一块 由广陵水师和藩王票计 联手搬运至山庄的 春神湖巨石 形如珍珠 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石魁 更是运界风水的 鸭圣宝物 寿绿山庄南陵广陵江 狮子崖一带 原本经常有江南世子 登高懒胜作父 成为赵义这位皇帝胞弟的 藩王靖兰后 便只有广陵道 有资格进入春雪楼义政 那一小撮权贵人物的独到福利 狮子崖又称聚宝山 大凤王朝末年 曾有得到高僧在此降师说法 引来天上落花如雨的 瑰丽异象 落花坠地集成石 色彩绚烂 方圆百里 不计其数 自大凤末年 智永辉元年 每逢战乱 这些陷入无主境地的石子 便不断被捋人 游人 采石人 简石得实不存一 进入寻常百姓家 赵一封王舅番之后 或强取豪夺 或高价购买 围绕着春神湖巨石 随意洒落开去 逐渐铺满了狮子牙 牙上春雪楼 楼下有口井 江南投场小雪山山而至 却又骤然消散 只不过广陵道的战火 实在让人提心吊胆 对于下雪与否 降雪大小 都不通不痒 冬雪消融 阵舞时分 狮子牙上风景泥泥 一个臃肿胖子 独自坐在楼底下的井口上 这口小井立来无水 不知为何而挖 自古便是迷 胖子身穿一袭 圈巾绒秀的明黄色大蟒袍 黎阳诸位番王中 也只有这头肥猪有此殊荣 哪怕当年公无可封的 北梁王徐骁 也不过是一件 蓝大断蟒而已 烟斥王赵炳 无论是龙子还是盲水 较之这位 都要逊色一筹 至于更实质性的旧藩之地 常年瘴气横生的南疆 自然更是无法跟天下赋税 伴出于此的广陵相提并论 黎阳朝野上下 对于这个藩王中 最有无功受禄嫌疑的广陵王 向来恶贫如潮 严观玉石 直接间接死在广陵王手上的树木 更是让人咋舌 石下终于遭受报应 被架在火堆上烤的胖子 似乎并没有外界 想象那般仓皇失措 而是安静 坐在井口上 没有什么力气 也无颓丧神色 每当赵仪坐井发呆的时候 便是春雪楼的嫡系心腹 也不敢打搅 远处 世子殿下赵彪毕宫 毕竟站着 刚从前线返回的西县主将宋利 与其并肩而立 崖外广陵江 江面上挺有密密麻麻的水师战船 虽然对外声称 广陵水师被西楚夺走一半 但那仅是数量上的失利 绝大部分楼船巨舰 都牢牢握在广陵军手中 赵彪跟宋利关系默逆 多年来一直称兄道弟 世人皆知 在广陵道境内 只有成为宋利的女人 才能真正逃过世子殿下的魔爪 否则任你有个当刺史的爹 也称不上有保命符 此时赵彪压低声音气横横道 当年都说西楚太府逃至此处 不愿接受徐家铁器的招降 抱着那王国公主 毅然决然跳崖赴死 狗屁 徐学子分明是摆了朝廷一道 就该给徐孝一个更能恶心人的恶事 宋利笑着没有附和 转头瞥了眼滚滚东流的江面 楚王之后吴春秋 高崖之后吴忠元 当初大楚覆灭 可仍有南唐西蜀两国富于顽抗 但在文坛失灵中 就已经有这种说法了 赵彪打着哈欠 神游万里 突然被宋利撞了一下胳膊 赵彪这才发现 父王在朝他们招手 赵彪赶忙上前 跟宋利一同走到警盼 赵一看向宋利孝问道 那寇江淮当真辞官隐居了 宋利点头道 一开始末将也以为是曹长青的障眼法 如今看来寇江淮突兀的撂担子 应该八九不离十 赵彪给了这元福将一个鼓励眼神 宋利酝酿了一下措辞 这才继续说道 西县战局本已支离破碎 寇江淮若是继续扩大战果 若想挡下此子的步伐 王爷的数万标旗少不得折损一半 方可挡下寇江淮的推进 且不说寇江淮的离去 是传闻中与曹长青政见不合 还是西楚朝堂上有人不愿他做大 才给他下了绊子 反正对王爷来说肯定是一件好事 入春前 西县都不会有大的动静 一鼓作气载而衰 曹长青答应寇江淮离去 很是无礼 也许日后史家评价此事 会看作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体型异常庞大的赵毅恩了一声 有些艰难的弯腰捡起一颗石子 握在手心感受着良意 问道 不说以后我们只谈眼下 宋利 你觉得接下来是曹长青亲自领军 还是会让谢西锤补上寇江淮的空缺 不管是谁主持西县 似乎都不是什么好消息 宋利毫不犹豫说道 谢西锤领军的可能性更大 曹长青多半依旧退居幕后运筹帷幄 赵一字朝道 也对 他曹长青哪里瞧的上本王和卢生相 他眼中只有顾剑堂罢了 顾剑堂一天不从两辽边线南下 曹长青就一天都不出面主事 宋利点头道 看似自负 何尝不是长远考量 曹长青太过锋芒毕露 他只有丝毫不插手具体的兵马调度 才能给谢西锤和寇江淮这两个年轻人 足够的机会去成长 赵一突然笑道 实无英雄 使数子成名 赵彪有些茫然 清除所谓的数子 是谢西锤寇江淮之流 可不明白 父王所谓的英雄又是谁 赵一感慨道 当年徐学子轻轻一脚 就是神舟路沉 赵一脸上流露出浓重讥讽 这回藩王进南 雷声大得不行 不说什么余点小 那根本就是没有 除了赵炳老匹夫的那个儿子 心怀叵测 其余都是一群酒囊饭袋 如果徐学子没死 随便从北梁拉出五万金旗 曹长青和他的西楚 就完全不用蹦打了 至于赵炳妈 若是真愿意出死力 与本王联手 也能解决这个麻烦 只不过赵炳这家伙 心机跟那被徐骁调侃为富人的赵衡 差不多身后 不过半吃装糊涂的本事 赵衡就差了十万八千里 曹长青和那小女孩 还没揭竿力气的时候 就故意连续三封六百里 加急奏章 传给泰安城 说什么南疆动乱 这不前不久 还上了一封请罪的折子 说南蛮十六族 勾连西楚于孽 导致他亲自出马的前线 连续大败了三场 死了好几万人马 好几万 我干你娘的 好几百人才对吧 你儿子当年不过十几岁的小崽子 就能去南疆腹地 砍人头筑金关 你赵炳一去 反而吃了败账 而且 一吃就是三场 号称可但只破成 挥秀灭国的纳兰幼慈 干啥去了 一个大男人 总不会是给你赵炳舌腾的 怀孕生娃去了吧 赵衣叹了口气 在所有藩王里头 一蹶不振的老近安王赵衡 怨气最大 局限也最大 淮南王赵英 则是财气最高 本事最小 从头到尾皆是最无气候 至于本王 眼界最小 争不来天下第一的铁骑名头 争得天下第一的水师 就很知足了 野心最小 从不济于那张椅子 从小就是这样 甚至为了我更能一屁股坐上去 当年 还特意跑到徐学子跟前 差点下跪 所以这些年 外人都说本王凶名赫赫 徐骁这个北梁王 才是威风八面 要说本王最厌恶谁 其实还是赵炳 剑锋转舵 过河拆桥 口蜜附剑 都是一把好手 全心全意防范西北 不管本王这个同父同母的亲弟弟怎么劝说 始终不肯对南疆有所动作 赵义惨然一笑 抬头看着儿子赵彪 自嘲道 那年徐凤年来广陵江 你跟他结下死仇 本王故意示弱徐骁 从你身上挂下一块肉送往北梁 然后在这种时候 给皇兄送去一封密折 不是说什么北梁徐骁的坏话 而是说 赵炳此聊 万万不可认其积蓄势力 结果呢 皇兄还是不上心 要是从本王身上 剁下几斤肉就能换来皇兄的回心转意 本王真会去做的 既然皇兄不愿做恶人 那么本王来便是了 所以这小半年以来 本王让人暗中刺杀了 那烟斥王狮子四次 全部无功而返 宋利默不作声 头一回听闻此事的赵彪张大嘴巴 一脸震惊 赵义丢出那颗 被手心温热的狮子 后来陈之暴如今担任兵部尚书 本王知道 此人肯定会封王就藩 于是再次递交密折 向皇兄提议 陈之暴就翻于广陵道和南疆道之间 若是陈之暴嫌其翻得太小 本王甚至可以多让出一个周 结果如何 你们两个现在也知道了 赵义哈哈笑道 彪儿 为父不过是想让你世袭罔替 都已经不奢望孙子当亲王了 将来肯定是去太安城 做个享乐郡王的命 可那赵炳当爹当的就要霸气多了 然后赵义深深呼出一口气 有些疲惫的挥挥手 欲言又止的赵彪 和一只沉默的颂礼一起退下 赵义继续坐在井口上 望着天空 向得坐井观天的傻瓜 第122章 狭路相逢 战场就是一座熔炉 把所有跟自以为是沾边的东西 都践踏碾碎 北梁边军中 除了极少数高层将领 会使用标配以外的兵器 例如宁乐眉的长短双击 以及李莫帆这座 不能以常理看待的移动武库 还有寥寥几位拥有自己的朔 此外 几乎所有边军将士 都不携带任何有沉重 或者奇巧嫌疑的玩意儿 至于骑军的对战 绝对不像很多百姓想象中那种 展开冲锋撞在一起后 便减速停满纠缠护砍 这种不堪入目的画面 能让内行的骑将感到崩溃 那真是把宝贵骑军 当成不足的暴殖天物了 时尚就如江湖人切磋技技的两把兵器 一处集散 然后寻找下一个战机 眼下这只以三千骑碾着七千枪 起跑的龙象军 如果在先前那波 跟科额不枪气的冲锋中 没能取得战果 那就会再拉伸出一段艰巨后 王林宝会转头观察敌方骑军的动向 来决定是以直接停马掉头 还是缓速绕湖的方式 来展开第二轮集体冲击 假若第二波对撞 仍然没有分出清晰的胜负迹象 王林宝就要依照几方骑兵的损伤 来选择挥下哪一步 应当放弃沉重铁枪换上更为轻便的梁刀 以及哪一步应当继续使用铁枪冲锋 或是轻弩骑射 战事胶着的沙场上 一个微小优势可以扩大优势 但是一个漏洞却足以葬送全军 从大将军徐霄到将军陈之鲍 曾经在北梁铁骑客下 最深刻烙印的两个人都坚信一点 徐家铁骑真正强大的地方在于 有足够的耐心和实力 去等待敌方主动犯错 遇上如此无懈可击的敌人 那群枪骑无疑是倒了八辈子血美 这只枪骑本以为是狼入羊群 不但可以在柳州饱餐一顿 甚至有望在将来去富饶的中原 大肆烧杀劫掠 所有骑兵都年复一年 听人说着中原的美好 那里有树不尽的凉田 白花花的银子堆积成山 而且那里的女子环肥燕瘦 最重要的是 她们的肌肤 比草原上风吹日晒的女子 要好太多太多 摸上去就跟抚摸上等绸缎一般 可事实上是还未天黑 美梦就破碎了 三千龙象骑杀的她们 像是一条丧家犬 若非枪骑独有的迅捷 在这种兵败如山倒的溃逃中 以龙象骑兵极富效率的追杀下 根本坚持不到半个时辰 在先前冲锋中 被血藏起来的梁弩 终于逐渐发挥出 令人发指的杀伤力 枪骑为了追求最大程度的速度 连不熟悉的枪毛都主动舍弃 至于索批甲咒 只是北莽寻常青旗的标配 比起南朝那些大将军麾下嫡系青旗 轻巧却结实的昂贵战甲 相差悬殊 要知道 梁弩可是成功结合了历史上 擎弩凤弩 两大名弩优点的怪胎 组装拆卸都极为简便 经过北梁两代大将梁弩的改进 各种梁弩 皆是拥有了激进完美的平衡点 除了射速 大弩的射程 贯穿力和精准度 都要胜出长弓 在无数场中原王朝 跟北方游牧的战争中 以不战骑 踏弩闯弩 可以发挥出巨大的威势 故而有人说 千百年来 中原王朝是用两样东西 死死挡下了北方游牧的马蹄 一样 是巍峨的城池 再就是禁弩 这其中 对弩的使用 堪称炉火纯青的北梁 若是自称第二 无人胆敢自称第一 北莽南朝对北梁短弩的认知 再熟悉不过 可谓深恶痛绝 南院大王黄颂蒲 曾经致力于大规模推广类似的短弩 只是因为各种复杂原因 被多方阻挠 成效甚微 战马脚离最佳奇术 最上乘的那波龙象奇军 负责阻截 制缓枪奇的逃窜 不断射出一支支弩箭 只要造成杀伤 不论枪奇生死都不去管 哪怕有枪奇坠马 唾手可得的军功 也绝对不去多看一眼 一切都交由后便 并未持弩的袍泽 去补上一毛 刺死捅杀 如此分工明确 自然异常狠辣血腥 对这些狼狈枪奇来说 不幸中的万幸 就是那个一上来 就丢至黑虎玩耍的少年 经过初期的 一通大开杀戒后 之后便重新上马 不再展开杀戮 枪奇起先不是没想过 以鸟收散的姿态 往四处逃离 避免被龙象铁骑 一路咸尾追杀 只是才出现这个苗头 龙象奇君 在那民主将模样的 魁梧汉子指挥调度下 就立即有了应对之法 除去与枪奇纠缠不休的龙奇弩奇 两千龙象枪奇 迅速拉伸铺开封线 然后猛然加速冲锋 轻一色举起臂母 差点就跟前方弩奇配合 形成一个口袋阵形 一股脑夺住所有枪奇 等到枪奇放弃这个念头 继续簇拥在一起 往北方疯狂撤退 那些龙象骑兵 又开始剑刺放缓速度 在马背上进行修整 这种相比弓弩射杀 更为隐蔽的战力 更让枪奇感到头皮发麻 几几股声寒 北方游牧民族 天生便是马背上的民族 因为生于幽幻 所以不得不英勇善战 但是天苍苍的茫茫天大地大的土壤 也养育出草原骑士 那种深入骨髓的散漫不羁 他们可以做到 汗不畏死 以奔雷不及掩耳之势 展开狂野的冲锋 但是他们那种杂乱的风线 落在中原 用兵大家眼中 实在是不值一提 那种大声嘶吼挥舞战刀 甚至让屁股抬离马背的彪悍姿态 在纪律森严的北梁边军中 都是必须磨掉的棱角 北梁骑军最重整体性 从不推崇单枪匹马 一位单干的宪阵英雄 黄宋蒲 柳龟和杨元赞 能够在北梁脱颖而出 与他们保存北梁自身优势 和汲取中原兵法精髓的同时 压制北梁猎根性 有重大关系 今天三千龙象骑军是师父 枪骑是学生 老师教会了学生这个道理 可惜学费太过高昂 得用命来换 王林宝在心中 计算着枪骑的撤退速度 和南朝边境线上的地势 以及驻军分布 以及另外两只龙象骑军的支援速度 考虑是不是干脆一路 杀入孤赛州 然后长途奔袭到柳龟那老家伙的后头 用铁毛往这个南朝大将军的屁股上 狠狠捅一下 在北梁边军中 对什么老南院大王黄宋蒲 或者是杨元赞都没啥感觉 唯独柳龟是人人都想砍下脑袋的 理由很简单 北蛮子天天嚷着那句柳龟 可当半个徐霄 王林宝不能忍 整个北梁边军都不能忍 王林宝作为身经百战的边关猛将 自然也有自己的心思 两个念头都不是什么私心 一个是杀掉柳龟 再一个就是用自家的龙象铁骑 跟那两只王杖重骑来一场酣畅大战 在荡气回肠的战争史上 始终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 轻骑与重甲铁骑的对决 哪怕是盛产战马 并且马正卓越的两马双方 在二十来年的对峙中 同样更多还是利用轻骑的机动性 去展开突袭和追杀 在两马边境这个未来 注定会流血千里的辉红战场上 双方拥有最优良的战马 最锋利的战刀 最骁勇的骑足 加上最广袤平坦的战场 也许某天就会爆发出战争史上 第一次重骑与重骑的巅峰对决 北梁铁骑中的铁骑 除了老梁王的清军大雪龙骑 接下来就是旧龙象军中 接近六千的重骑 而大雪龙骑是北梁军最关键的家底 轻易不会出动 所以王林宝坚信自己 极有希望让整个天下见识见识 什么叫重骑之战 以后百年千年 都会有人对此念念不忘 都不会忘了有一支军队 叫北梁铁骑 王林宝从没有什么为国为民的大意 对于北梁死守西北 却要被黎阳朝廷百般算计 被中原百姓当成狼心狗肺的蛮子 他没有怨气 哟 而且大了去了 但是史书可以忘记他 王林宝这种死了 便死了的小人物 唯独不可以忘记 大将军一辈子的心血 北梁军 王林宝突然看到 主帅朝自己招了招手 快马上前 徐龙相平静说道 你领兵追杀三十里 能杀多少是多少 然后返回青苍城 王林宝虽然满腹狐疑 但依然没有任何质疑 然后这位龙相军副将 就看到少年露出一个罕见的争鸣笑容 越至黑湖北上 一路狂奔 直接越过了大队枪旗 独自往北而去 难不成有落单的大鱼在前头 王林宝对战功这种好东西 当然是多多亦善 要是能去孤塞州 要武扬威一番是更好 不过他也不是不知轻重的莽夫 所有八千枪旗加起来的战功 也比不上一个徐龙相 能让年轻主帅动心的人物 肯定不是一语之辈的小鱼小虾 王林宝立即有了决定 喊来跟几名校尉后 陈生下令到 三十里内 做掉所有枪旗 漏掉几旗 便抵去几旗的军功 如果功不够抵罪 什么下场 按照龙相军的老规矩来 你们比我清楚 这趟三十里路程 准许你们放开了手脚随便杀 夕阳西下 比齐湖北冲的少年 更北百余里外的地方 两人并未骑马 几乎是凌空飞渡 一路南下 那位中年青山剑客 玄配有北蒙朝第一名剑定风波 风姿如剑仙 而他身边人物的身高 让人瞠目结舌 足有江南女子的两个那么高 并且浑身金黄色 面目肃穆 像是一尊降临凡间的天庭神将 他们身后有百里处 有一骑吉尺 骑士戴黑斗笠 笼罩于宽大黑袍之中 似乎有些怕见阳光 他握着马江绳的手指 一直在微微颤抖 不光是手指和胳膊如此 他整个人都是如此 嘴唇牙齿都不例外 这就是戒尸还魂 必须付出的代价 正因为 他付出了这种不见天热的惨痛代价 才得以苟延残喘 他比谁都更渴望让 姓徐的那对兄弟去死 而且务必死得比他更惨 他确实已经死过了 而且还是某人活活撕裂的 但是插流可成因 他一截流 秘书死而复生 第123章 紫棄东来 夕阳西坠之际 如垂垂老矣的迟暮老人 不堪就此沉寂 回光返照 大幅大幅的火烧云 簇拥在西方天空 燃烧得绚烂无比 所以说 早烧不出门 晚烧行千里 那么明天肯定会有人 再没有机会远行了 霞光万丈 映照的大漠上的那席轻衣剑客 仿佛披上了一件黄金战甲 中年剑客在千里黄沙树尺之上 凌波微步 抬头望了眼熙天云霞 左手拇指按住剑柄 翘中古剑将出未出 原本以他的清高 怎么都不会与人联手 针对某个人 只不过人在宗门身不由己 既然是女帝陛下 和太平令的共同授意 那他见其境 也就只能违心行事 按照西经那口 折眠大刚透露的征兆 徐龙象应该就身在附近 不过能否撞上 然后截杀还需要一点运气 毕竟边境黄沙千里 寻找一只万人骑君 尚且不易 何况是寻觅一个人 无意大海捞针 若是徐龙象 已经躋身 可与天地共鸣的天象境界 黄青倒是勉强 能够与之天人感应 不过根据诸网机密谍报显示 这个生而金刚镜的少年 终有意无意地滞留在 纸旋径门槛上 没有选择视如破竹地 一路破镜 黄青突然停下身形 双脚轻轻落在沙地上 拇指加重几分 力道按住剑柄 瞬间六七缕剑气 营绕定风波剑翘 在齐剑岳府中 匹夫主太平令 还要高出一个辈分的同仁师祖 也随之停下脚步 神情古井不波 黄青望向前方 轻声笑道 师祖 这趟差事 还是交由我来解决吧 剑气劲的脑袋 甚至不到金黄巨人的肩膀 这位在北莽极少露面的 武道大宗师 点头平淡道 你先来便是 师祖的言下之意很浅显 在他看来 一个剑气劲 未必能拿下徐龙象 黄青对此一笑置之 并无怨言 他对这位师伯祖恭敬有加 不光是因为辈分上的差距 事实上 师祖的正道之路 这位师祖跟王先知 就像是考据考察上的童年 比北莽武神拓跋菩萨 和黎阳境内的轩辕大盘 还要更早去 以身验证自开天门的可行性 如是道三教圣人的正道长生 那无非是跟天地见门而过 同仁师祖这些人 却是直接选择破门而入 已经逝世的李纯刚 之所以被誉为吕祖之后第一人 则在于这位剑神更为难得 力求以手中剑自剑天门 李纯刚的剑道 独辟西境 积境天道 这是各自脚下锁走道路之争 跟武平排名高低 没有绝对关系 但是若说王先知 曾经是黎阳甲子江湖的魔刀石 那么黄青深叛的同仁师祖 就是北莽江湖的另一方魔刀石 从拓跋菩萨 到慕容宝顶和第五合 再到洪敬岩 无一例外 都与同仁师祖切磋过 不同于武帝城王老怪 六十年数百场的全胜战绩 同仁师祖既没有 如此恐怖的厮杀次数 也没有碾压哪位顶尖高手的骇人传闻 只是他不论对上谁 都是不败 只求一个不输也不赢 太平令曾有言 同仁师博与人斗 不败即可 只有最后那场与天斗 胜之即可 同仁师祖亲生提醒道 此子曾经在青苍城内 破取慕容宝顶的金刚不败 你小心些 不贴身肉搏是最好 黄青气势已起 剑意盎然 缓缓推剑出鞘两寸 嗡了一声 然后笑道 师博祖 那黄青先行一步 同仁师祖目然点头道 我且先盯着那个不肯安分的孩子 黄青轻轻呼出一口气 向南方一律而示 剑翘外的那几缕剑气 在黄青奔跑途中 逐渐粗如陆地青红 剑气剑 位为壮观 有北往南的那一骑 在看到惊慌巨人后 并未放缓速度 冲到同仁师祖身侧 本想一鼓作气擦肩而过 只是战马竟然如撞一堵 无形南墙 猛然停下马蹄 甚至往后撤退了几步 带斗里皮黑袍的一节柳 伸手摸了摸作气棕毛 好不容易安抚住胯下 那匹倍感不安的汗血宝居 那只手惨白如雪 毫无血色 肌肤下的经脉清晰可见 曾经身为诸王首席刺客的一节柳 显然有些不悦 需要如此谨慎吗 在剑气劲的剑气面前 天底下根本就没有什么狗屁的金刚镜 就算真有 那也是两禅四的李当心 魁梧巨人双臂还凶 神情漠然 一节柳突然疯了一般 弯腰大笑起来 指了指同仁师祖 我错了 竟然把近在咫尺的你老人家给忘了 当年枪先王秀来北马练枪 最后还是给老祖宗 你赤手空拳挡下的 同仁师祖瞥了眼 这本该前途似近 却落得个生不如死的可怜虫 毫不掩饰他的怜悯眼神 一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 别人要忌惮几分 他哪里需要上心 哪怕是一节柳的 老子站在这里 也就那么回事 李秘弊 朱网的缔造者 北莽头号大碟子 号称可以坐在女帝陛下 踏上异室的男人 又如何 一节柳脸色阴沉 在齐坚乐府 素来不苟言笑的同仁师祖破天荒吃笑道 我这辈子 见过很多精彩绝艳的年轻人 都以为整个天下都应该围绕着 他们转动 做事情从来不讲退路 最后无一例外都死得很早 死法也挺惨 一节柳冷笑道 那徐凤年不就活得有滋有润 同仁师祖破天荒大声笑起来 笑声如雷鸣 震撼云霄 你也配跟他相提并问 一节柳如风如颠 低头咬着一根指头痴痴笑道 我不配 我李凤守十四岁入金刚 二十岁机身指悬境界 二十二岁就去挑战拓跋菩萨 他徐凤年那个时候在做什么 同仁师祖反问道 那徐凤年现在在做什么 你现在又在做什么 一节柳抬起头 看着那渐渐淡渠的火烧云 故作漫不惊心道 他命好呗 我输给他 非战之罪 同仁师祖眯起眼睛 看着头顶的暮色 根据旗舰岳府和公主坟两处密档所载 自大秦至大凤再到春秋 八百年来 仅是有迹可循的折仙人 总计出过三十七位 全都夭折 不论是皇朝争霸 还是江湖争风 都无一人登顶 这些折仙 命好自然是天生的命好 可落在了地上 大都水土不服 被冥冥中的大盗害惨了 同仁师祖感慨道 世人辛辛苦苦 为求掌声正天道 可那不过是云上天人的囊中物 须知皆来之实在美味 那也是皆来之实啊 一节柳里奉手皱眉问道 你与我说这些做什么 同仁师祖平静道 北莽如今好苗子 本就不多了 至于以后 我劝你回头 莫做其而小偷 要学李纯刚王先知 去做强盗 暮色降临 日头最近 一节柳缓缓摘掉 那用作遮阳的斗笠 冷声道 老子都已经死过一回了 撑死了再死一次 同仁师祖摇了摇头 既然如此 那么与其让你 死在徐荣相手上 还不如让我送你一程 一节柳亥然失色 不等他撤退 整个人腾空而起如 悬空赋于珠网中央 四肢扭曲 头颅被拧转 就在此时 同仁师祖望向遥远东方 有紫气东来 同仁师祖犹豫了一下 侧过身向东踏出一步 一节柳狠狠摔落在地上 像一滩烂泥 一节柳坐在地上大口喘息 然后施心风猖狂大笑 徐凤年 你遇上这怪物 比你遇上拓跋菩萨 还要该死啊 李纯刚的苦手是王先知 王先知的苦手是你 那么 你今天就该尝到 那两人尝过的滋味了 第124章 陆地滚轻雷 陆地生青红 那剑气凌然 催枯拉朽 直撞徐龙相 少年与齐玄针坐下黑虎站在一起 没有手持梁刀迎笛 而是将那柄战刀插入地面 三年时光 已经让当年那个 不愿与天师扶老神仙 去龙虎山习武修道的倔强孩子 成长为北梁那只重要边军的统帅 在世人眼中 少年跟他那个不务正业 经常游历江湖的哥哥不太一样 更像是人徒徐霄的儿子 不喜豪奢 不善风流 但是跟父辈一样 成名于沙场 初出茅庐 便获得万人敌的称号 美中不足的只有一点 从未跟大宗士级的顶尖高手 捉对厮杀过 但是跟徐凤年磕磕碰碰 从世子殿下做到北梁王截然相反 徐龙象几乎没有什么质疑声 哪怕以少年年纪 破格统领龙象铁骑 也很快服众 甚至当初北梁官场 还闹出过一阵阴风邪雨 为何不是一名惊人的徐龙象 世袭网替徐霄的爵位 徐龙象在龙虎山召戏团的悉心栽培下 传授大梦春秋 见此心窍洞开 黄蛮不再是当年那个痴痴傻傻的黄蛮 心智与常人无异 且保留下了一份赤子之心 须知赤子之心 虽是儒家圣人的说法 实则于密集上记载不沾因果好佛子 不惹尘埃约道胎无异 都可算是三教 成就圣人的长生资质 徐龙象对那条气势如虹的粗壮剑气 视而不见 反而转头望向那头黑虎咧嘴笑了笑 外人看来 这头曾在齐大真人身盼 听圣人言语数十载而悟到的灵物 摊上这位少年后 还是有些遇人不输的嫌疑 体型 足有普通灵中王两辈有余的黑虎 竟是还了一个十分人性的神情 毫无力气 低下那颗巨大头颅 碰了碰徐龙象的额头 徐龙象伸手摸着黑虎的脑袋 喃喃自语道 小时候 我娘经常罚我哥背书 那时候我什么都听不懂 听过了也会忘记 只觉得我哥哥捧书读书的样子 说到这里 徐龙象学着 当时少年徐凤年的模样 晃了晃脑袋 很好看 少年脸上有些笑意 后来我爹私下经常说 咱们徐家祖坟冒清烟 总算也出了的读书人 黑虎突然趴在地上 听到读书人三个字 流露出一股深沉的缅怀之意 曾几何时 莲花风斩摩台 被凡夫俗子誉为 参侠长生的那位真人 便会每日日出日落之时送读经书 偶尔也会有人登顶拜访 与齐玄真作而论道 口战莲花响春雷 异象绵绵 那幅场景 何其辉煌 黑虎酒瓣 旅足转世的齐玄真 饱受恩泽 浮缘极重 便是天师府的皇子贵人 遇见他 也必须直礼相待 万万不敢 将其事同为禽兽 那抹青红 相聚一人一虎 已经不足十里路程 徐龙象微笑道 小时候大姐背懒 莫说读书识字 便是女工也不愿学 唯独喜欢听我哥讲那些神仙智观 每次睡不着 就要拉着我哥坐在床边 给他讲故事 等他睡着 以后再准我哥离开 我哥不管白天有多累 都不会拒绝 而且 大姐屋子里的物件 总是随意丢弃 我哥 也总会一得闲 便帮他收拾整齐 后来 大姐远嫁江南 每一样东西 都齐齐整整搁置在原处 本该感到轻松的我哥 反而总是狠 大概是不知道 该用什么词汇来形容他哥哥 少年挠了挠头 干脆就放下眉头搁在心头 徐龙相使劲吐出一口气 望向前方 眼神坚毅起来 沉声道 我爹是个大老粗 加上边关事物无比繁重 有心也无力 从来不知道 怎么跟我们这几个子女相处 都是我哥在那里 照顾梁的姐姐和我这个痴儿弟弟 我懂得不多 但既然有人打到我们家门口了 既然我天生有些气力 总不能还像小时候那样 让我哥一个人承担 我在进入龙相军之前 二姐就说过 北莽军中有些练气士擅长旺气 专门针对北梁军中顶尖高手 以便谋而后动 还说北莽朱网 逆逆制定了一系列的屠龙计划 把我哥放在首位 我也在前五 所以二姐也不许我心生杀鸡 亲力出手 防止气机外泄 但我想 与其让他们鬼鬼祟祟暗算我哥 还不如由我来当诱饵 打乱他们的布局 徐龙相指了指那条 视如破竹的青色长虹 开心笑道 你瞧 这不就有人上钩了 徐龙相这次违背军令 私自领兵截杀枪齐 并没有身披那具肩不可摧的斧甲 甚至就没有携带 留在了青苍城外的主帅大仗 从小到大 哥哥徐凤年 都会把最好的东西送给他 徐之虎 徐卫雄 一直都是这样的 徐龙相握紧双拳 在胸前重重一击 千里黄沙之上 仿佛响起一声壮钟巨响 以他为原心 无数黄沙向外迅猛滚动散开 与此同时 青红位置见气质 远方 齐剑岳府剑视黄青闭目前掠 腰间那柄古剑定风波 依旧出窍不足两寸 双方交战 除了那头黑虎 就在无谁一旁观战了 百里之外的同仁师祖 亦是不知为何赶赴东方 为止气而去 可是 如果有人看到这一幕 在不知剑气 近黄青身份的前提下 哪怕是高居二平的小宗师高手 也会为这名剑客 如此大肆挥霍剑气而惋惜 高手对敌 不是比拼花哨架子 而要讲究叙事之实脸不发 起事后出手 则一击毙命 如青山剑客这般交手之前 就意气生发 气势如虹 为时太拖大了 只有击身一瓶指 玄境界的巅峰高手 才能看出些端倪 这剑客不是市井 无赖街斗的那种故意示威 也不是两军对峙阵前 肋骨喧天的先声夺人 而是这名配剑 却未出剑之人的气势 太足了 悦满则亏 谁满则亦 黄青的剑气之盛 到了需要平时刻意压抑 才能不伤旁人的恐怖境地 其剑岳府黄青 确实不负剑气劲的词拍名 既然已是富可敌国的地步 一致千金又如何 始终闭目前略的黄青默念道 一壶珠 至礼金刚进 翘中剑有两寸 增值出三寸 一壶即百生十斗 是剑一粒珍珠才多重 一壶珠又该有多少颗 三寸剑光芒骤起 瞬间绽放出成百上千颗 以剑气凝聚而成的青色珠子 大小不一的剑气轻诸滚向前方 如无数轻雷滚走大地 直奔徐龙象 远方 已经可以看到 此番壮观气象的徐龙象 只是扯了扯嘴角 似有不屑 少年一手轻轻抬臂 一拳重重轰向地面 徐凤年第一次出现在 北梁边军的大笑舞中 少年徐龙象曾亲自肋骨 下一刻 少年和剑气劲之间 不断有沙丘炸碎 地龙拱被突出 黄沙漫天 如同地牛翻身 生儿金刚境界深具龙象之力的少年 和剑气境 两人对战 也许会是一场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气力之争 第125章 仙人落子 这场气力之争 又像是矛盾之争 水行中龙力最大 陆行中象力为尊 徐龙象 当时唯一一位 生儿金刚境界的信任 堪称北梁最坚固的大盾 只是 他遇上了一件光寒北蟒 十三州的黄青 此人是北蟒最锋利的那杆长矛 黄青仅是剑出三寸 便气象恢弘 像是天上剑仙扯断了一串念珠 数以千计的珠子剑气 大猪小猪落玉盘 滚滚前冲 徐龙象则将大漠黄沙地 当作谷面 一拳泪响 引来地牛仙身的景象 翻天覆地 不断有一道道黄色龙卷 破土而出 剑气凝聚而成的青色珍珠 在黄沙中 纷纷撞烂崩碎 尘土漫天 遮蔽视线 地牛翻身 虽有力拔山河的无敌气概 可那些为剑气牵引的珠子 一粒粒都蕴剑灵性 虽然十之八九 都被龙卷黄沙击碎 但仍有不下百颗青色剑珠 绕过沙柱 一股脑涌向徐龙象 脸色木讷的徐龙象 向前踏出一步 身前竖起一道扇面 急速流动的沙墙 珠子纷纷撞在墙面上 既有玉石俱焚的绚烂 也有遗卵基石的无奈 青色剑气散乱流淌 黄沙亦是汹涌无边 一袭青山 在一壶珠功亏一窥之际 黄青左手按剑 无声无息飘然而至 黄青轻描淡写地 从腰间摘下剑 以剑柄撞在徐龙象胸口 剑身出翘三寸的定风波 在一击之后 被狠狠撞回翘中 徐龙象并未被撞飞 双脚依旧扎根大地 但是身体倒滑出去竖掌 少年微微弯腰 强行止住后退势头 瞬间开始冲刺 朝那青山剑客 迅猛砸出双拳 黄青手腕一抖 横剑于身前 左臂手肘抵住剑翘 硬抗徐龙象的双拳 位列天下名剑 第六的定风波 在翘中发出一阵刺耳轰鸣 剑翘剧烈颤抖 徐龙象保持双拳撞剑的姿势 继续向前奔跑 黄青则被向后推出十数帐外 双脚离地一尺的黄青拇指 轻轻一敲 面带笑意 从容不迫 推剑出翘一寸 离歌一叠 徐龙象懒得理睬 这是什么剑招剑一剑势 双拳又是一杂 两寸剑 二叠 三寸即三叠 徐龙象一次次出拳 砸在剑翘上 身形悬空的黄青 虽然始终不曾弃剑 但一直没有阻挡下徐龙象的充实 不过随着离歌叠数的增加 黄青在少年每一拳递出后的后退距离 越来越短 徐龙象轰出第八拳 离歌八叠之后 黄青终于溃然不动 大有泰山崩于其而不动的宗师风范 长山袖口鼓荡飘动的黄青 望向眼前的少年 没有说话 但眼神中有不加掩饰的惊讶敬佩 只是还有一丝尘埃落定后的淡淡失望 最后一拳轰出传说中的八龙八象之力 自然是世间罕有的五道天才 可他黄青上有离歌九叠 甚至是最后演化而来的石崇山 若在北莽朝野威名赫赫的少年止步于此 那他黄青不敢说无需出剑 便可胜过对手 最不济 也是稳稳 立于不败之地 黄青之所以选择以建议离歌对敌徐龙相 内心深处 何尝没有将少年与慕容宝顶做对比的念头 后者是成名已久的石佛之身 黄青前些年 曾经跟那畏畏高权重的黄青国妻 有过一场切磋 没有生死相向 点到极止 黄青年轻时 便立志于 一见催破两禅四白衣僧人的金刚禅定 完成拓拔菩萨未能完成的壮举 号称无坚不摧的慕容宝顶无疑 是一块上家的事件石 据说在刘州青苍城内 让慕容宝顶今生出现裂缝的眼前少年更是 面无表情的徐龙相 看似不温不火 再度递出一拳 先前八拳 皆是循序渐进 龙相之力层层递进 黄青的离歌 无非就是暗部就班 层层叠加 本想以离歌黄青没来由心头一跳 毅然舍弃离歌九叠 轻贺一声 直接跳跃到石崇山 有六七条青红 萦绕全身形同护架的黄青 不仅没能用石崇山挡下第九拳撞击 反而眨眼之间青红炸碎 定风波被双拳砸出一个惊人弧度 黄青一退再退 直到十八丈外 才堪堪止住颓势 定风波的剑鞘 好不容易恢复平直 黄青不怒不惧 反而心生惊艳和欣慰 台壁横剑势 转变为 显然要更加郑重其事的树壁提剑势 在剑势转换的眨眼之间 顺势卸掉配剑上的庞大余境 黄青拇指抹撒着剑柄 云淡风轻 再无剑气倾泻化青红的景象 只是越是这般 越有风雨欲来的压迫感 李纯刚已逝 索性还有一位桃花剑神 出海访线的邓太厄 在返回陆地前 一剑挑海 水淹观音踪 黄青此生只去过一趟黎阳江湖 只是到北梁便停步不前 跟武当山年轻掌教李玉府 有过一面之缘 很快便返回北马 期间谈不上争锋相对 也无剑拔弩张 倒是借机欣赏了八十一风朝大顶的壮观风景 也在早晚两个时间 观望过大莲花风舞当主宫前 千百人在沉中木骨声中 一起练圈的清静场景 黄青虽然最终没能继续远行 赶赴中原腹地 既没有挑战白衣僧人李当心 也没能遇上新一代天下见到魁首的邓太厄 但已是诚信而去诚信而归 并且在与李玉府的闲谈中 偶有所得 对武道修行必义极大 再到这个字上 跟李玉府和和气气的短暂交往中 黄青自认没有分出胜负 但是数字意图 颇有一番鲜活体悟 徐龙相没有趁胜追击 黄青微微扬起手中古剑 轻声笑道 在下棋建月府 剑气敬黄青 配剑定风波 年少时以其道入剑道 三十岁复归其道 本以为有生之年再回剑道 便是此生五道尽头 不料无意中找到了一条新路 算是达到了我宗门的棋子棋手 观其三重境界的第三境 以此创出一星剑 少年一脸费解 小声嘀咕道 打架就打架 嫩多事 黄青洒然一笑 还是不厌其烦 轻声解释道 嘴上说是一剑 但也许是百剑千剑 甚至是万剑 准确说来 应该是一局剑 徐龙相根本不废话 直接迈开步子 开始向这名叙叙叨叨的中年剑客 展开直线冲刺 如同秀才遇上兵的黄青 一笑置之 然后神情肃穆起来 闭上眼睛 吸纳天地浩然之气 一股股浩然正气 冲涩天地间 恍恍惚惚形成一副棋盘 以一条条天下明川大河 作为蜿蜒棋线 一座座山岳飓风 做那硕大棋子 自成小千是剑 若说黄青目前展露出来的实力 剑术不过是纸玄 意气不过天象 可他此刻的胸襟 则直达陆地神仙 难怪黄青去了一趟北梁 便欣然返回北马 黄青松开手中那把钉风波 古剑迅速飘浮在他身前 剑出一半 黄青右手做蹄子和落子状 轻声道 武当山 顶 顶是围棋术语之一 正好克制徐龙象 那好似空有凝重 却略显笨拙的骑行 一道剑气横生 徐龙象以蛮横肩撞击碎 这座顶在前方的武当山 飘渺气韵 黄青继续蹄子落子 先后两子更改的幅度极小 顾名小剑 剑气却浑厚坚实 所以小剑无恶手 黄青的奇招 或者说剑招 当然是你义子我义子 但是黄青造就的这一局棋 则是落子如飞 根本不讲规矩 小剑之后是锦气 锦气之后是项部飞 再有风阵结合 又有连绵而出的千层宝格式 黄青那张轻易脸庞上 焕发出一种宝像庄严的 仙佛光彩 所有威风便可浮动的黄沙 此时此刻出其的全部禁止 唯有磅礴剑气肆意纵横 唯有天下无双的充沛剑气 终有一剑告之于天地 我有四十年预计出不得 今日不得不一吐凶意